如果我们一般来说 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目的 就是要学会 把那个空置性放掉 那为什么我们要 连这么多东西 就是练习放掉 因为问题 明明就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不是在气候里面 还是身体里面 心会影响身 那身也会回去影响心 所以你怎么知道 你有控制呢 你怎么知道 你说我没有啊 我没控制啊 我什么都看很开啊 什么都控制 请你把手臂抬起来 给我看看 手臂一抬 控制啊 这样不懂 你从肢体上面就看出来 你有没有控制 你控制的有多深 所以从肢体上放 那肢体是什么 就觉察到它 是不是 控制 控制 从多一点控制 到少一点控制 还在控制 在放掉控制 放掉控制 放掉 哦 地心引力 重力 自然力带动我 自然力带动我 你才知道你的那个控制 要不懂 光凭头脑你不知道的 你以为你有 很多人练胯 我说练胯 我有松啊 我有落啊 你做做看 没有嘛 可是他以为他有啊 要不懂 对嘛 所以你要透过身体 身体是心理的表现 知道吗 外在表现嘛 而且身体是可修正的 可以摸 可以看到 知道吗 可以去改它的 从身体的逐步改善 去改变你的心理的认知 好 好 哎 可是我讲说 可是东方延伸到一个程度 他们结束一个论点 就是说 在一定的规范下 我们才可以进行的送 一个规矩下才能送 那个是社会面临到 比方讲竞争状态嘛 那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 后来发生了竞争状态 资源不足 有人要侵犯我 是不是这样子 当有敌人的这个观念 或者状态产生的时候 人就产生紧张了嘛 但是他们 有个道家国家 也是用这样子的戒律 来规范 让我们再去找送 不是啊 他自己没有啊 他自己不是经过这个路啊 是不是 所以中国到老子的思维 从来没有 没有这些东西的 是吧 老子的思维没有啊 所以它是一个天然状态嘛 所以它就让你直接回到那个 回到那个天然状态就行了嘛 问题是回不去啊 晓得吗 所以先要从了解到 我们这个状态是错的 或者说不是很好的 对我们 或者对环境不是很好的 所以才慢慢从这个 对对对 我确实要回到那个 然后才慢慢修嘛 练就是修啊 看不懂 所以这个是 你去想 它是牵涉到很多的层面 但是我只要你们知道 那个松啊 我们讲的松 它是有很多层次的 它从生存状态到生命状态的追求 都在这个松 都在这个松里 要去体会 你体会到头脑的松 你能够逐渐这个松 你会发现到你慢慢在变 我请问放松跟放纵 放纵你还是控制的行为 放纵是被自己的欲望控制 对嘛 你还是在控制的行为 放纵不是 放纵是相信 相信 因为你相信才会放纵嘛 你家里养的猫 它可以啊 肚皮露上来 猫狗 是不是这样子 那因为它相信你嘛 它放纵 它敢这样子啊 你看郊外的猫没有啊 郊外的猫都是这样子啊 它在警戒状态嘛 它在怕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放纵是相信 因为相信 你可以放纵 因为你放纵 你就相信嘛 对不对 紧张就因为怕嘛 我们要怎么做到脑袋的放纵 放纵是一个状态 跟刚才练这个一样 它是一个状态 你知道这个状态了 你要去了解 这个状态是什么感觉 所以你的头脑放松 是一瞬间就可以了 一瞬间 好像闸门开开开 一瞬间那个闸门一开 咔 没有 你会感觉到它降下来 或者你会感觉到 那个状态 可是事情一来 你再感觉那个状态 事情一来 它就回来了 你就感觉到这个差别 然后当你要松的时候 你就马上可以 一下 一下闸门开开 要不懂 所以在练拳的时候 尤其是太极拳 因为它慢 杨家太极拳 它慢 慢 就给你去检查 你的松紧状态的 那个时间 它给你那个时间 自己去检验 你就可以慢慢松 慢慢松 然后你就 你就不要只专注在 你自己的这个躯壳内 不是光是这个肢体或躯壳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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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得吗 你知道它跟外面是之间是可以沟通的 可以流动的 你的 这边就松掉了 晓得吗 你知道这里跟这里是可以沟通 流动的 你这边就松 这是练拳 提醒你们去练这个拳的时候 要去要去注意的 好 我们再来一遍 谢谢